台南一所國中昨天發生校園意外 有學生疑似搖晃水果發酵玻璃瓶的時候 瓶口突然爆開 噴出了玻璃碎片 三名國中生的臉 緊手都遭到割傷 還好傷口不深 而學校之後的自然課程 也考慮改以寶特瓶來替代 讓教學更安全 消防車出現在國中校園內 因為貨報實驗課發生爆炸意外 警消趕緊將三名受傷學生送醫 所幸都無大愛 傷口處理之後 就立即有救護車送到醫院 做進一步的確認 都確認 只是皮肉傷 輕微的擦傷 意外發生在一號下午 但並不是在實驗課的過程當中爆炸 而是在下課時間 有一名學生把上完課 要帶回教室觀察的水果發酵 玻璃瓶 用力搖晃 造成瓶內的壓力上升 瓶口突然爆開 噴出玻璃碎片 也波及路過的兩名同學 那可能學生有去搖晃到或是怎麼樣 讓他裡面原本在液體裡面的氣體 全部都冒出來 所以上面這個空間的壓力就會變大 那這時候就是會有危險 所以相關後續呢 我們都是把孩子照顧的 讓家長也能夠安心放心 那孩子現在整個情緒也都很平穩 課程當中大多利用氣球套在瓶口上 可以觀察發酵的過程 但這次的意外 也是因為密閉式的瓶口 沒有洩氣 加上天氣熱 才讓瓶內的二氧化碳氣體爆出 造成這起意外 校方除了安慰受精的學生 也展開關懷 並給予正確觀念 後續自然課的課程 也不排除替換成保特瓶替代 讓教學過程更安全 記者用正行刊登報道